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 已經連莊兩年了 今天有沒有可能三連霸呢 誠哥 你會不會擔心 有誰會是攔路虎 把你這三連霸的紀錄給砍掉 應該 就是我自己吧 太有自信了 我覺得就是要這樣 所以絕對會連三拉三 連三拉三七台耶 我覺得會 很霸耶 好的 馬上我們就要來歡迎 我們紅毯的第一組嘉賓了 到底是誰 奧迪旅車帶來的就是我們 今晚的典禮主持人 曾國成 誠哥還有他的搭檔 唐啟洋老師 誠哥是去年 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的得主 唐老師則是榮獲去年的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今晚有這樣的雙金組合作證典禮 現場肯定會妙語如珠 驚喜連連 一定能夠讓所有的嘉賓 有一個既溫馨 歡樂又感動的 金鐘夜晚 歡迎兩位 我們今晚的典禮主持人 誠哥還有唐老師 歡迎 天啊 唐老師今天好漂亮 首先要先恭喜誠哥 因為誠哥雙料入圍主持人獎 尤其這個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 已經連莊兩年了 今天有沒有可能三連霸呢 誠哥 你會不會擔心有誰會是籃鹿虎 把你這個三連霸紀錄給砍掉 應該就是我自己吧 太有自信了 我覺得就是要這樣 所以絕對會連三拉三 連三拉三七台耶 我覺得會 很大耶 今天寫訴求連二拉二 連二拉二是嗎 因為我知道等一下的開場表演 聽說會有特技動作 可不可以小小透露一下 讓觀眾期待一下 就是 我只能說有九天玄女 對對對 仙女像 醬肉醬肉醬肉是不是 九天玄女 醬肉醬肉 不要講太多 絕對會有就對了 很棒 很精采 不過唐老師 這個誠哥因為經驗老到嘛對不對 但是你第一次主持這樣的大型典禮 你之前自己也說啊 會不會擔心什麼跌倒 或是叫錯人這種糗事發生 對 我很擔心 那你有沒有帶什麼 開運小物之類的呢 沒有 我昨天有睡好 可是我覺得唐老師看起來 很有自信啊 也希望可以 希望可以嗎 很緊張嗎 不會啊 妳再就猶如定海神針一般 應該很穩的 真的嗎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看到 誠哥跟唐老師 就感覺好像定心丸一樣 覺得今天的典禮絕對會順順利利 而且誠哥會得獎 恭喜 希望我們的兩個重量級組 誰可以讓誠哥今天晚上 有一個別開身邊的不同 沒錯 絕對不是體重 趕快請兩位進去準備囉 祝你們得獎 裡面請 裡面請 好 你們今天的服裝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巧思 巧思啊 首先先介紹一下我左邊這個裝置儀術 他可以說是今年金雄獎的一個量級 因為我到剛剛前十分鐘 設計師還在我身上別這些珠珠這樣子 對 別珠珠 背禁心思 哇他這一套整個裝裝弄弄 大概也花了快40分鐘了 嗯 好看 好看 是設計師設計的安德烈 謝謝他 對 我們都穿了本土設計師的服裝了 當然也做了一些配件嘛對不對 對 還有配件 畢竟今天他是這個九天選舉的代表 然後我今天做了一個就比較像 嗯 我相信這套衣服如果穿在顏雅人身上應該很好看 嗯 不會啦你穿起來也很帥 瘦身有成快點說實話 你一看就知道還好 可以走紅毯而已啦 對 還需要遮來遮去啦 不過沒有關係 我覺得人到這個年紀有點分量是好的 嗯 有一點 我很緊張但是 呃今天有誠誠哥在我旁邊 所以我一 我就安心很多 就像所有人看到誠誠哥就覺得定海神針來了 那我是九天選女來了這樣 當然 這是一個電視人的Party 所以我希望他用歡欣鼓舞的感受 對他叫我不要緊張 讓大家一起玩 放鬆一點 那享受這個榮耀就這樣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